欢迎我们大家好,我是风干花卉 如果想让你家的长寿花到了花期,开的花比较多,比较大,而且比较艳丽 那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怎么在花期前把苗养的壮一点,根系发达一点 只有让它的叶片长得肥厚,枝叶粗壮,才能够开出漂亮的花来 今天的话题主要是想细统的讲一下 怎样才能够在夏天把长寿花养的枝叶粗壮,根系发达,减少病害和黑腹的发生 因为近段时间有好几个花友私信我,说自己家的长寿花叶片比较薄,而且发红 或者是出现了浆苗的现象 以下的内容都是我多年来种植长寿花记忆的一些经验 现在就把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和方法分享给花友们 好让一些没有经验的花友少走一些弯路 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有可能在以前的视频中已经讲过 但是为了能够把长寿花从小苗到大苗 整个的养护过程能够讲得更清楚一点,系统一点 所以就从千叉开始讲起,一直到开花前的养护过程 俗话说,养花先养根 想让根系发达呢,首先一定要使用好的土壤 也就是泥碳土跟珍珠盐 比例为四分的泥碳土加一分的珍珠盐 使用这种土壤的目的,并不是看中了它有多么大的肥力 而是它疏松,透气,土里面的含氧量高 所有的植物都是一样 只有根系能够得到充分的氧气 它才会长得发达健壮 如果是使用纯的田园土来栽培或者是千叉 也是能够成活 但是长势和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再就是在千叉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这些健康健壮,没有病害的顶牙 因为顶牙的活力比较旺盛 标准是自业一新 就这样轻轻地把它插在土里面就可以了 花盆不要太大 如果有穴盘的话是最好 没有穴盘可以用一次性杯子自己制作营养膜 等根系长得多一点以后就可以移栽 在千叉的时候 切记,花盆不要使用过大 因为花盆太大的话不利于空水 根系也不够发达 移栽以后通风一定要好 如果是夏天,一定要加散射光 其他的季节可以全日照养护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薄肥秦湿 可以硬化刀到一号或者是复合肥 当小苗长到八个叶片的时候 就需要给它修剪 也就是所谓的打顶 修剪的时间不能过早 否则修剪以后很可能只剩两个分支 底部保留四到六个叶片 也就是说至少有四个雅点 打顶时要选择在晴天进行 因为打顶以后 最好要给它三四天的时间 给它充足到光照 如果是光照不足 或者是碰到阴雨天气 那么它发的芽就会比较少 也比较细弱 再就是修剪以后 一定要给它记得施肥 一个是缓施肥 再一个是 每次给它浇水的时候 可以随随施入 花朵的一号或者是复合肥 修剪以后 马上给它施肥 和给它充足的光照 就是让它多生分支的关键点 等它新长出来的分支 再次长到六片叶的时候 就需要二次修剪 这次修剪的高度 可以保留两到四个叶片 同样的 也是要给它施肥和保持冲足的光照 在这期间浇水不要过多过勤 可以看见盆索的表面 两三公分之内看不见湿土了 就可以再次给它浇水 长寿花的小苗活力比较旺盛 黑斧发生的几率也会小一点 但是 当它逐渐长大以后 叶片也会变得越来越多 通风也就会相对来说差一点 所以说 这个时候变成氦也就会多一点 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最好是把它放在通风好 有散尚光的位置养护 千万不能给它曝晒 或者是淋雨 最好是每隔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 给它的叶面喷湿和喷土浇灌 千分之一的多菌绫绫叶 定期杀菌 有很多的怀友都有一个疑问 在炎热的夏天 能不能给长寿花施肥呢 我的做法是主要是看苗情 如果是开过花的花后苗 或者是看起来有病态 比如叶片发黄、尾粘、落叶 或者是有病害 还有就是出现了僵苗的情况 这样的苗 它的根系是多多少少会有点问题的 所以在夏天 我一般都不会施肥 但是那些比较健康 在正常生长的苗 都需要正常的施肥 肥料的浓度可以稍微的低一点 从原来的千分之一减为千分之0.5 再就是可以每隔半个月的时间 给它补充一次硬面肥 肥料可以用化到一号 或者是淡肥 到了9月份 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正常的养护了 好了 今天有关于常住花苗期的养护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花友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